香菜不要 多放辣椒 蛋糕越甜越好 唱歌跑调 最爱夜宵 聚会只喝一杯 酒到爱穿起跑 喜欢撒娇 还有两包 没用的唇膏 见招拆招 说说笑笑 见眉之间的独吵 你喜欢安静 我爱热闹 看似会不达 却很卸调 就算什么不说 也能猜到 已经不需要 相处的技巧 你喜欢安静 我爱热闹 看似会不达 却很卸调 就算什么不说 也能猜到 已经不需要 相处的技巧 暗恋她好像会迷信脚 陪着我熬夜痛苦傻笑 我们之间没有 情不打扰 但心如崩坏 电话就打包 我爱热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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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我爱热闹 别使用 你唯 tale 不醒来 你不需要 好 这老头子 从哪考虑他这些呢 这老头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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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太严重了 哎呀 吃个药吧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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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等等 来了 哎呀 来来来来 吃个药 吃个药 再忍忍忍 哎呀 吃点药 来来来 哎呀 哎呀 慢点 慢点 没回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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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得活得差不多 够了 够了 哎 活活了我儿子 半辈子 哎呀 不能 不能再连累他了 你这么说 哎呀 他迟早是会发现的呀 再说他就能这么看着你不管啊 哎呦 我这个儿子呀 压根就懒得看我一眼 哎呀 哎呀 所以等他发现我的时候 可能我已经在这里挂了 哎呀 挺好 挺好这样 也算跟他出去旅游过了 哎 能让住在这里也花了他不少钱 对 与其把钱都扔在医院 还让我浑身插着管子 像个活死人 那还不如我 从现在开始 好好享受每一天 我这人啊 一辈子活得窝囊 死的时候 我想有点尊严 你能理解吗 别想了那么多啊 好 这活得比我潇洒呀 你好 请问一下李自信在哪个房间 请问您是 我是他儿子 我来看看他 哦 请稍等一下 我帮你联系一下 好 谢谢 好 好 谢谢 谢谢 谢谢陆长宇女士的精彩演出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 异动六层代表队 为我们带来 泳春风格飞飞飞 掌声送上 走 走 看 我喊一二三说加油 一二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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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 加油 好 好 祝你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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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我的喝就不错了啊 行 来吧 不能再干了 说好了 少点 行吗 你说你 我看这么多老太太 成天围着你 小日子就过得不错呀 是吧 羡慕呀 那就学着点 你爸这辈子没别的本事 就是你人缘 很好 那我妈干吗跑 她那是没眼光 她就喜欢那种什么 有文化 随谓搞艺术的 其实那种随谓搞艺术的 有很多人啊 两张皮 一张皮很艺术 确实很文化 另一张皮挺阴暗的 无确 哪有跟我过有意思 我看你要不再训一个 陪你个二三十年 没啥问题 你得侮辱你爸的智商 我从那份显心干嘛呀 我都这个年纪的 我得给自己 带上一个镣铐跳舞啊 当时你 是三十多岁的 当时还没有女朋友 你说啊 就是这天天下班 一个人挣钱 你这个挣再多钱你花也没劲啊 你是没体会到 男人花钱的真正乐趣啊 好 好好好 好好好 说 走走走 这 这 那个护士 这 这 刚才那 刚才那 这 这 左边这个 他是 我们这护士里边 长得最漂亮的 我 我替你把他密信要了 要不我现在我推 推 推给你 这 这 这 行了 你有完没完啊 小木呀 真是令人着急 我那天见着我妈了 好 我看 他过得挺没有意思的 好 只要他过得不好 我也就放心了 嗯 我不喝了 嗯 那我走了 不陪你了 他吃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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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吃了 哎呀 吃点吧 我吃了 你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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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陪我会呗 你留着慢慢吃吧啊 不是 陪我 谢谢 按照你的喜好定制的 试一下吧 试试代试 要不您帮女士代试 好啊 啊 要不我自己来吧 呃 要不我自己来吧 戴戒指这么有仪式感的事情 还是留给婚礼当天 哎 行 来 来 嗯 还挺合适的 嗯 要不 先拍张照吧 可以用在电子勤俭上 啊 好啊 嗯 吃给我 来 踢 那不是断续吗 来 踢过来 踢过来 来 踢过来 听说 你快结婚了 嗯 年后吧 挺好的 你的元元怎么样 我们能怎么样 嗨 一块儿搭伙过日子呗 你也知道 我不想结婚 她也不介意 反正 就一块儿搭伙 眼儿子吧 还在骗我呀 我知道 这只是你想跟我分手的借口而已 你 你什么时候知道的 比你想象的还要走 比你想象的还要走 对不起 我 千万别道歉 我当时 就是因为不想听你道歉 所以才没有告诉你 我已经知道了事实 你那个办法挺聪明的 简单直接地告诉我 你有多不想跟我在一起 以至于我的屈辱感 已经大过了伤心 那段日子 我倒没有想象中的难过 也行 反正啊 像我这种人 这辈子也给不了 你想象的时间 我想要什么生活 算了 不重要了 反正我们两个人呢 想结婚的终于要结婚了 不想结婚的终于得到了自由 挺好的结局 你们回来了 回来了 欢迎 是吗 嗯 过来 好了 跟叔叔啊 隐医说拜拜 拜拜 拜拜 走了 走吧 哎 好吃吗 哎 回来了 什么情况啊 仔细白拉的 非得叫我过来 看啊 我妈给我寄来的罪谢 知道你跟白主厨呢 就耗这口 给你们特地送过来呀 就为这个 当然还有别的事了 你先坐下 坐下说 我的婚礼 你来帮我办吧 当初黄在你手上 现在你再捡起来 也算有事有终 想好了 嗯 正好 影视公司那边 我也不想干了 拿你这个事练练手 看我还能不能重操就业 你肯定可以的 哎 哎 连你这个结婚狂 结婚这件事情 都不能让你欢心雀跃的话 我是要考虑考虑 要不要帮你张罗了 腾冲 送了我套房子 哇 大手笔 他说 如果我以后心烦的话 可以自己去那儿住 嗯 我知道你想说什么 他跟我说的时候 我当时就条件反射 耳朵边上想起你说过的话 一开始就知道的地方 还算什么秘密基地啊 所以呢 房子我没要 我想还是自己买 安心一点 我在安居客上挑了一套小公寓 我准备 把它当作我的十九号房间 我决定了 我要像乔乔一样 拥有一个 属于自己的调宝 戴希希同学 你最近成长得很快哦 成长了吗 但是这种成长 让我很心慌呢 我不想辜负腾冲对我的好 所以我一直在提醒自己 我要对他热情一点 回应热烈一点 我要对他好一点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 我越是这样做 我就觉得我跟他的距离 越来越远 我现在才发现 原来在爱情里 付出多的一方 看起来这么卑微 你说 当初段序在我面前的时候 他也是这样想的吗 都到这个时候了 你想的 还是段序 我已经努力了 努力让自己去遗忘 如果有一天 唐冲发现了自己的卑微 我们的婚姻 会结束吗 当初你跟段序在拉拉扯扯的时候 你会觉得自己卑微吗 付出比较多的那个人 一旦得到对方的回应 就会把那一点点幸福 自信放大 爱情是盲目的 清醒的那个人比较难熬 所以我倒是觉得你现在 更多的应该是考虑你自己 还能坚持多久 你呢 你呢 这一天我们的节目熟视率越来越高了 你怎么能够回导演 全靠你啊 你该生死来了 本次来了 媛媛姐 媛媛姐 各位千成吧 媛媛姐 谢谢媛媛姐 我也要 我也要 谢谢啊 帮我卑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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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帮你卑一下 帮我卑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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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谢谢 好好好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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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好了 你太好 我看这儿就了 早 早 謝謝 一會兒要出去 嗯 去張公司 節目後續的事情處理一下 那我陪你去吧 不用啊 又嫌我犯了 我順便妳好 嗯 喂 莫洋雪 你為什麼要除我煩啊 你收好給我們時間 去準備的 結果是弄成這個樣子 你們倒是把自己 吃得乾乾淨淨啊 那我們怎麼辦 不是你在說什麼呢 事情已經這個樣子了 你沒有必要再裝了吧 我真沒想到 那個周一姐 說的會是我自己 視頻是我曝光出去的 跟她沒有關係 如果你們早拿出來 解決事情的態度的話 就不會鬧成 今天這個樣子 你們倆的關係 是你們自願選擇的 所以請你們自己負責 沒有人願意給你們擦屁股 懂嗎 怎麼能這麼做呢 把您清白 我們不是商量好了嗎 給程天野一些時間 讓他自己去解決 那你該承受多少 你不該承擔的後果 去作為代價 這是我的事情 你為什麼要替我做主呢 是我們的事情 我們的事情 那你為什麼不跟我商量一下 我跟你商量 你會同意嗎 你既然知道我不會同意 那你為什麼還要這麼做呢 你為什麼要擅自決定呢 因為我們結婚了 我們融入與共 是不可分割的彼此 因為我是你的男人 我要為你好 其他人關我什麼事呢 所以說到底 你還是覺得 我給你丟人嗎 你口口聲聲說為我好 其實你就是為了你自己 班校文你一介意 你就說你介意 你不要打著為我好的名義 來操控我的生活 可以嗎 該丟的人早都已經丟完了 我有必要去在乎嗎 我為什麼要去操控你的生活呀 我只是希望 你的每一天過得心安理得 我有什麼不心安理得的 我什麼事情丟人了 什麼人就要丟過了 你不覺得你虛偽嗎 我告訴你 我一個人的事我才不在意呢 我太像傻子一樣 以為你真的會願意跟我 共同承擔 我真的無所謂的 我不在意別人怎麼看呢 是因為跟你在一起了 我所有的一切都要按照你的界定 你的希望來安排 對嗎 什麼話能說 什麼話不能說 什麼人能見 什麼人不能見 什麼酒能喝 什麼酒不能喝 我什麼時候應該生孩子 我什麼時候應該辭職 甚至我媽什麼時候應該 去跟我們帶孩子 我妹妹應該在哪兒念書 都是你希望的 我努力在做 我努力在做 但是我無論如何 都不能讓你滿意 太累了 真的 你累我也累 說完了嗎 虛偽 你竟然用這樣的一個詞 來形容我 好 那我問問你 你剛才說的那些事情 哪樣事情是我逼著你去做的 爸 我求求你不要在我面前逞強了好嗎 好嗎 你可以說你不在乎 你能不能考慮一下 你媽媽的感受 她現在在老家 正在被別人出場 我是被罵的當事人好嗎 我的感受是不是最重要的 如果我覺得無所謂 愛我的人就應該覺得無所謂啊 討厭我的人多嗎 特別多 你之前就知道 你要管是嗎 你管得過來嗎 我當然要管 我娶了你 我得對你的人生負責 你是不是覺得你說這話的時候 特別野脈 是 我告訴你 這是我最討厭你的地方 你 你說什麼呢 討厭我 自打你認識我 第一天開始我就這德行 討厭我你倒別 你嫁給我呀 我們是夫妻 命運捆綁在一塊兒 我只是希望我們活得坦然一些 我有錯嗎 所以你是故意的 把我逼到走投無路了 我就會心甘情願地 跟你去那個鳥不拉屎的地方 天天過著大眼瞪小眼的日子 對吧 就算去那個鳥不拉屎的地方 過著大眼瞪小眼的日子 又能怎麼樣呢 這不是你想要的嗎 不是你想要的烏托邦嗎 我有說我現在就要去嗎 是你要求我的 早一點又能怎麼樣呢 好 白曉雯你從來就沒有認真地 畫心思去了解過 我到底是個什麼人 我到底想過什麼樣的日子 我沒有花心思去了解 你想要過什麼樣的生活 你說這話 我也沒太上人心了吧 我每天都在做什麼呢 你可以否定我這個人 但你不能否定我每天做的事情 做人別太自私了 我覺得吧 就你結完婚 我尊重你我愛你 我作為一個獨立的人 不拖累你 就是我能給你最好的婚姻的 而你呢 你覺得相互忍耐是愛我 認為相互忍耐是折磨 你想說什麼 我覺得我們從一開始 對婚姻的理解 就完全不一樣 真的 就不要再扯著婚姻這塊 遮羞不去 無視彼此的不堪了 我問你你想說什麼 我想說離婚 別打離婚廢棄我 離婚了呢 我們倆就能徹底別親關係 你就不用擔心 那我再讓你覺得丟人 你也不用為自己的付出 奮奮不貧 順便把在你眼裡 覺得一文不值的自我和自由化 喝那麼急乾嘛 陳天野被停職了 她的節目呢被公司收回去了 聽著她的節目呢 聽說要做大規模的調整 那BIA怎麼處理的 也沒停職 她懷孕了 公司沒有資格這麼做啊 她沒懷孕 其實你報那個視頻 只不過是一個眼子 只不過是被公司的人士 這都徵利用了 你也覺得視頻是我報的 那 白相聞 你呢 有沒有受到什麼影響啊 暫時沒有 對了 公司想讓我告訴你 既然你是無辜的 之前的那些觀眾 那麼喜歡你 她想讓咱們繼續打扮 把這個節目節目做下去 在這種情況下 我怎麼可能接受呢 陳天野之前就是太高調了 在公司裡得罪的人太多了 而且莉莉舟這麼多年 她又不是白混的 就算她沒有跟米亞這回事 公司裡的人已經在想辦法 就成天野小辮子 所以你沒必要自責 這都什麼破事啊 真無聊 你應該看給什麼 你自己看片子 你不看自己看片頭 你不是賺錢嗎 你也不看那麼多 我也不看你 你呢 你因為你 謝謝 好 付出表多的那个人 一旦得到对方的回忆 就会把那一点点幸福 自信发达 爱情是盲目的 清醒的那个人比较难熬 所以我倒是觉得你现在 更多的应该是考虑你自己 还能坚持多久 来 怎么了你 我头好晕 对啊 声音 喂 你好 没事 好嘞 我一会儿让她去找您 我姐怎么了 她不会是 不如学怀孕了 是因为跟你在一起了 我所有的一切 都要按照你的界定 你的希望来安排 我努力在做 但是我无论如何 都不能让你满意 你觉得相互忍耐是爱 我认为相互忍耐是折磨 我告诉你 这是我最讨厌你的地方 一婚了呢 我们俩就能彻底 决心关系 你就不用担心 我再让你觉得丢人了 你也不用为自己的付出 愤愤不平 顺便 把在你眼里 觉得一文不值的 自我和自恶化改 我又来了 你确实不应该自作出场 我认为他好 是不是为一个人好 那得由他自己来判断 否则你就是自我满足 不怪你 是我没有给你一个 好的家庭榜样 我之所以从来不给你 谈起你的爸爸 那是因为 妈 你要不想提他就不提 不重要 你有您的自由 您有选择的权利 我都长这么大了 我知道该怎么 对自己的情感去负责任 两口子过日子嘛 那一时冲动说出离婚 很正常 如果爱太沉重了 那将比恨 还要难以承受 像温柔雪这样的女人 她所想要的安全感 其实就是陪伴跟理解 我之所以觉得你们合适 就是因为 她想要的安全感你能给予 而你想要的挑战她那有 好 看来是妈妈自私了 我一直觉得 你不想要平淡 跟天然背衣服的婚姻 所以我才觉得 你们俩 反而能够长久一些 可是 妈 没事的 等我们都冷静冷静 坐下来 谈谈就过去了 嗯 谢谢 我觉得你们两个 没有原则性问题 为了这种事 真的不至于离婚 什么才算原则性的问题 非得是家暴出轨才算吗 在我这儿 不够尊重我的人生 就是原则性问题 但你现在怀孕了 至少这件事情 应该告诉她 你们谁都不许告诉她 雪儿 婚内怀孕 政府是有知情权的 她当然会知情 只是早晚的问题 但是我自己的身体 我说了算 你什么意思啊姐 无论如何 你都不能不要这个孩子 如果当初 爸因为跟爸爸感情不好 就不把我生出来了 那我该多可怜啊 我就没有你这么好的姐姐了 是我第一次说的是好的姐姐 你别扯了你 我说真的呢 这么多年 你一直都在照顾我跟妈 他也为我们做了很多决定 是 一开始我们都很生气 觉得你不尊重我们 但是你之所以这么做 不就是因为爱我们吗 姐夫也是一样的呀 你一直都是为了我们 这么坚强的 好不容易遇到一个 全心全意对待你的人 你应该待在他身边 就让他为你着想 好 妈 你能叫我医生吗 我心里就踏实了一半 你们都知道了 我专门带了好酒 想跟你好好喝两杯 姐夫 你却不在家 对不起 少来啊 既然不是真心的 何必说这个话 你不是说过 我们俩是一类人 谁还不了解谁 还能回来吗 孩子啊 是他让你来问我的吗 不是 是他准备去找你 被我拦下的 不是 我这个孩子啊 他对越在乎的事情 就越把我不好分寸 当然 这不能作为他犯婚的理由 但是我想说 既然你们真心相爱 是不是应该 再给这次婚姻一个机会啊 我觉得 我们去领证的那天 她说 结婚 是对我们两个人 感情的一种保护 离婚也是 所以 现在到了 用离婚来保护我们两个的时候 我希望我们再见面的时候 可以提提面面的 跟对方说一句 好久不见 每一天 突然间 看透 自己的 平凡 没负担 更自然 每一天 梦一天 突然间 发现 从来没有永远 究竟别再留恋 相遇 相恋 相伴 一天 的 大几天 外面交参 整性 爱着 剩下的 交给 整 唉 相遇 尊 之间